涉世深了 大概都会有一些想要逃离的 吴柳先生在桃花园记 为诗人虚构了一个桃花园 那一场阴云水色的洗礼幻梦 不知令多少人心事神往 也埋下了中国人心中那颗归隐的种子 深澳古镇 就是一个现成的必是好去处 不论是主体的深澳古村 亦或是附属的环西 敌仆 都将江南风情散发得淋漓尽致 村中广布池塘 纸之莲藕 养之鱼虾 民居以堂而建 前门淋向 后门淋水 防御笔尖击中 高墙之下 肖像幽深 深途中军 是村子里的名人 曾经在北京深造过一段时间的他 最终却选择成为城市生活中的 匆匆过客 我那是中国国家画院的 这个张根西工作室的助教 之前是在中国美院深造的 10年到北京的 我觉得就是说 我在北京的时候 他内心是很浮躁的 回到我们将来古村的游户 我觉得这里的感觉是非常不错 他能够真正地把我内心的 艺术的东西能够揭发出来 在比普村村口 有一个孝子牌坊齐路而建 该牌坊是为深途开机而立 传说 深途开机的父亲 北部升窗 命轩一现时 深途开机一口笋窗内浓水 就父亲于为难 乾隆三十五年 皇帝玉坯同炉献孝子生途开机 我现在是他的第九代一生 我要把孝子厅修复好 打造好 传承下去 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当时也是父亲口口相传告诉我的 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他的心愿没有完成 我给他完成了 也是一种尽孝 哪怕我说这里有一块铸在 我也要把它修复 在美利县城形成以后 政府就在我们的这个 孝子厅的名堂 修了一个孝义公园 它改了我更好的一个平台 就是说让更多的人 能够来感受 我们这里的一个孝文化 如今 浩尽深途中军 笔生心血修复而成的孝子故居 兰桂堂 已经成为了村子里的标志性建筑 距离迪浦村不远的环西村 聚集着艾连说作者周敦仪的后人们 一壶出世联子酒 一家隐匿小酒房 这是他们在喧嚣的世界中 寻得的一个优雅僻静的去处 2012年 李二娘在这片土地上 踏出了自己田园梦的第一步 这第一步就迈得比一般人 胆子大一些 想回农村里来 其实这个很多年了 当时美丽乡村13年的时候 就是我是第一批 就是在城里返乡青年回来的 当时呢就是说 所有人都不会种荷花的 因为都是种稻子嘛 技术力量只有靠我自己 到买偶种的地方 像那个种过的人 我询问 然后网上查 然后自己下田 每天到田里 五点半六点钟起床 然后跟工人一起下班 许是应了那句 酒香不怕巷子声 老板娘自打酒房开业 从来没有做过广告 但来往的游人 却乐意不绝 我们从来不宣传 包括我的门口 你看很简单 就是一个木牌子挂的 就是有缘的人 你愿意相信 我们农村里 还是有这么淳朴的人的时候 你愿意进来坐下 我查给你泡好 点心给你吃 你愿意喝多少 喝多少 因为酒的 才做的年数不长嘛 那他们都预定在这里 写上自己的名字 等到需要要用的时候 再来拿 像去年过年的时候 就有十多个 他们到过年的时候 自己来取这些酒 但现在还有很多人 放在这里的 这就是一个牵挂吧 可以下次找个理由 来我这里玩会儿呀 我只相信就是好久不怕巷子生嘛 你就在这么一个中国的农村 你认真做事情 就像你们一样的 你也不认识我 对吧 你会听别人说 来到这么一个村子找到我 何以解忧 唯有度康 酒是浑浊的 但同样 它是有血有肉的生活 而酿酒人本应该 踏踏实实酿一壶 老百姓喝得气得好酒 有人纵情山水间 像一壶美酒 也有人大饮于事 守一门记忆 生徒永兴 出生于纸秤世家 是中国最后一代木杆秤匠人 生徒永兴 在深澳新街 有一间不大的门店 里头挂满各式木杆秤 一张遍布岁月痕迹的木头柜台 坑坑洼洼的操作台 以及这些支撑的专用工具 将我们带回这门古老手艺的过往中去 那主要的各个生活的东西 心中必须有感情 当时他挂上公平交易的一种工具 那个东西必须要做得相当标准 一直也感谢去量身玩个修你 更是这一种心中有称 公平公正的衡量世界万物的处世信念 城市的血缆多彩 让我们逐渐忘却了乡村质朴 宁静的生活 淳朴的深奥人始终坚守着的 效益清廉公平的精神 赋予了这个乡村独特的文化魅力 也正是因为这些 让青年创业者松开 嘴中选择留下 在这边两年半了 城市里面我也待过 城市里面它更多的是钢筋水泥 更多的是工作 但乡村是什么 乡村我觉得是中国人的根 人现在其实物质丰富的阶段 已经过去了 那它追求精神的东西 精神的东西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在乡村 美丽乡村的背后应该是文化 要有文化的支撑 你像我们在这个地方 它有校文化 有莲文化 就是说人可以感受到这种 深层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温度 这才是我认为的一个美丽乡村 下根落落 穿厚地 文化的温度就像是隐溢在白墙带瓦间的参天大树 渗透进这座古镇的血脉之中 在它的吸引下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 留在这里 从此 传统的文化有了得以传承下去的力量 单一的产业注入了新生的活力 古老的手工艺有了坚守的理由 文化的魅力带来了返乡的热潮 深奥 一座青江带瓦的古运小镇 一份甜淡自如的安逸潇洒 一种远远流长的文化底蕴 在岁月的流淌中 演绎着中国江南最动人的村落风景 ρι сам带瓦 欣恨 连稳 ì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